这个投球的成定更像是个姐妹 这点没有去争吧 危险开场仅仅不到8分钟的时间 这次在近距离的防守还是出现了一个漏洞 刚才高攻球的时候就没有去争 这个就是第一个帮助出来的问题 这边手的10号斯米诺 率先帮助球队破门德分战的话 中国队零比落后 但是赛才刚刚开始 所以说女足的姑娘们还是要耐下心来 在进攻端做出一个表现 这次左边路的机会 中路有包套点但是没有传起来 还在左边路 直接往近距离传了 简单粗暴 这种冲掉呢 这次前场的断球啊 一次给到中路的传统 落下来有机会大门 这一脚球大高了 这是开场之后 中国女足获得了一次最好的机会 27号的姚伟 1997年22岁的姑娘 2016年拿过女甲的最佳新人 其实今天我们的三手后腰 可以说是老中心三代 这个姚伟比较年轻 张瑞是经验丰富89年的 也是队中仅有的两个80后 小球开起来 又是奔着球门而去 这个对手的门架是可以利用的 基本上他没有很少去直接把球抱住的 很紧实 又是双拳的基础 高空球的整体上 俄罗斯爹还是可以说是烧战上风的 是 这次进去里 小小度传到门前 球进了 球进了 这一脚四传四射 进球的是杨利 对 这是重回女足的大名单当中 没受命 首发登场 帮助球队迅速的扳停了比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杨利 这一停一转 做得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连贯 而且打门的这一下 它是用右脚的外脚被捅射 并不是特别标准的这种 发力招攻搭建的打门 但是效果却非常的不错 而且这一点是可以利用 就是对手的高大后卫转身很慢 当你把球停下来 再转身的时候 对手这一下 可能会有一个打门的空间给你 但是还是比较看好谭如荫 当然不知道 谭如荫在比赛场上的这个状态 怎么样 感觉他在后腰的位置上 出球啊 他的大局观视野脚法还是不错的 但他对亚上的重说 好球 这个球是抢到落点 但是打得稍稍偏了一些 也就是李颖 这次还是在做编落 努力的把中的进攻打得还是很有张法 风声水起 在这会儿胡亚沙很自信 拿球之后 尽管说 有可能是面对2到3米的防守球员 但是胡亚沙还是能从容的把球择出来 不管是环中 或者是进攻的转移 这次又是从左边 后来右边看龙家 力量稍稍大了一些 强一些 但是走下技术确实是我们的战区上风 这次的积极的拼抢 拼撑的机会 左边路依然是胡亚沙这边 今天左边路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 再做穿撞 2点 再重新再来组织 第一点形成功本很难 但是注意力更多的是要放在2点球的拼抢上 不用再交给姚伟 在中路的回敲 用场地的宽度啊 过一下传道 还是找不了啥 再敲回来 中队今天的进攻打得非常耐心 对 因为可能也熟悉了对手的能力之所以 直接选择打了这一脚 这个选择有点有待商榷 两立 其实在中路是有两点的包抄 对 如果敲给他的话 他都会更好一点来看 对 如果倒三脚给回来 是啊 所以这球李永啊 要跟杨丽好好来说一说 其实这时候是有机会倒三脚给的 是的 但是他往前偷了两步之后 这个角度确实比较小 而且方式对延续封这个传球固形 投球的正宁 看着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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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这是要出事啊 这门架架出来以后啊 好像就不知道要干嘛 忙碌的这种出击 这场比赛马上就进行到四十分钟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也是一个进球的高发期啊 两队队员其实在体力和注意力上都是有所下降的 看看谁能够抓住这个时间段 找上去找李永 来 就拿好 人球分过 我们的技术比他们 比俄罗斯队是占有 绝对的优势啊 只是一个档次 基本上其实俄罗斯队除了开场之后 那个破门啊 能够乱战 打一脚之外 没有其他的机会 就是高空炸 无球的球员啊 要布起来 对啊 这个是很关键 对于高空的传球空间 不亚莎的传球还应该在 对 在这个区域再去炸的话 看这个 这个球就会有险情出现了 是呢 点啊 这个主教练 孙琳娜呢 也一直是 恋戴微笑 微笑主才吧 微笑主帅 而且颜值还挺高 这就是对方在先生压迫之后 中国队的传球啊 是险些出现失误 对 把球抢下来了 老双 这把胡亚莎好手 是空的 给过来 胡亚莎 打成方的机会 这一次啊 哨声先想看主才的手势 也吹了什么手球啊 当然这次对方的能将 还是做出了扑救的 这下地这一下 还什么 王双的拿球摆脱加传球 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这球给的呢 也算舒服 但是实际如果再早一些的话 就更完美 看这一下 第一下可以调整过来 是 这一下其实防守人对胡亚莎靠近 是的 如果第一下能给的话 那么距离 防守球员距离 他还会比较一下 肯定是吹了胡亚莎手球 打在左臂上了 对 杨立一下 上王珊珊这应该是个对位的换人调整 是的 杨珊应该是挺在单节奏的位置上 这四个小球由王双来踢 前点 投手 球进了 比赛机上第64分钟的时候 刚刚第一步登场的王珊珊 看一下王珊珊的跑位 前点 这一下是防守的俄罗斯球员 基本上没有给王珊珊太多的干扰 是的 自己是一路小跑到前点 甩头拱门 这一下顶得干脆利落 秉证了 格里勤科 这个问题 你看就只能是莫送皮球手 哎 失误来了 突破队能不能够连续的破门呢 分边力量稍小了一些 尤其是王双和这个王珊珊都是下半场地步登场 体力还比较充沛 最后是把球抢了下来 再说传终 这是我对的轰炸 两点解围 二点争 拿出王珊珊 给王双 王双给古亚珊 好的王珊珊在全速的往进去一局埋伏 古亚珊 右手一指 直到打打 手平行 通球出现了失误 对头指着开始我就指了一下 我就往那传了 姐妹们出了 这次事后啊 凭速度 两人都关门 把球是凭借着身体的优势 就卡住 林玉平 一次成功的侠卫防守看反击啊 侠卫英这个球啊 思路是很好的 对啊 但是对手呢也比较注意 现在左边路这个点就是单边 现在就是 但是让我们看看宋端这边啊 场场经过热身之后 在场上踢个十分到二十分钟 看看他在右边能不能打开一下空档 减轻一下古亚珊这边的防守压力 对 两支参加世界杯的队伍啊 对 那我想 环境量会更高一些啊 更有利于我们 适应男飞队 看这次 痛快 好 我们继续看看 直接选择的大门球进了 宋端 替不登场的季剑锋 可以说假知道的换人 真是换人如换刀啊 两名替不得的登场 全部完成了破门 而且下半场的第三次摄政 嗯 格里秦柯第二次 把球从自己的球往到处 要剪出来了 有了俄罗斯的防守之后 来看这次 重要的大部分的兵力 注意力都在左边 一个长传的转移 转移到右边 找到了宋端 连庭在康 一步 到了禁区之内 到了小禁区前 他也注意到了门脚 其实格里秦 他的下地啊 是比较慢的 推了一个圆脚 角度不大 但是只要推正了 呃 不要求那么大的力量和速度 这格里秦柯啊 也没办 但是这个球的功劳 要50%的给到这个 做转移的队友 这个球转移的确实也是漂亮 嗯 所以这下是左侧 王双夫亚莎吸引了火力嘛 对 右侧是一个真空地带 这时候球一旦能够给过去 对有停球打门啊 就可选择的就比较多 能传能打 对 现在双夫亚有拿筹突破的能力 速度也很快 但是这次没有极大名单 这次的宋端的传出 一路 一路 还有去 王珊珊 球进了 4比1 没开二度 王珊珊 王炸组合 这个真是默契啊 王双夫亚莎一路就 呃 知道 珊珊这球能拿住啊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 只要第二篮的 稍早一些 很可能是一场大赏 4比 大半围的转移之后 右边路的 宋端的 传球 王珊珊一路 一路 右脚的一挺 左脚的大门 等一下 后卫的 俄罗斯的后卫呢 总部队最终在 0比1落后的情况下 连进4球 4比 战胜了俄罗斯 杀进了决赛